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火拍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美国各州 为即将到来的选举日所做的安全准备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国民警卫队和地方执法机构 已经进入高度警戒状态 以应对可能由极端主义团体引发的暴力事件 这些团体 尤其是支持前总统特朗普的右翼势力 正在呼吁支持者监视投票站 这一举动引发了对投票安全的担忧 各地的投票站正在进行安全升级 安装了混凝土障碍、围栏、甚至防弹剥离 以保护工作人员免受潜在威胁 国民警卫队的成员在一些州提供24小时的威胁监控 而官员们也在加强与执法机构的联系 以应对突发事件 从华盛顿州到爱荷华州 各州都在全力以赴 确保选举的安全进行 在底特律 选举官员已搬迁投票地点并加强安全措施 以免重演2020年的混乱场面 费城的检察官更是直言不讳 警告任何试图搅扰选举的民兵团体将面临严厉后果 这场选举的安全局势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张 让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的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日益逼近 各地的国民警卫队和地方执法机构纷纷进入警戒状态 严阵以待应对可能由极端主义团体引发的潜在暴力事件 这些团体中 尤其以支持前总统特朗普的右翼组织为甚 他们对选举结果心存不满 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号召支持者监视投票站 对不利于特朗普的结果提出异议 这一系列活动引发了人们对投票地点可能出现混乱局面的担忧 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各地的投票地点加强了安全措施 不仅在城市 乡村地区的投票站也采取了安全升级行动 许多选举办公室 尤其是那些位于可能影响选举结果的摇摆州的办公室 开始安装防弹剥离 紧急按钮和视频监控系统 以此来保护工作人员免受潜在暴力事件的威胁 除此之外 投票工作人员也接受了去升级训练 以便更好地应对选举之夜可能出现的威胁 自2020年以来 许多州的官员已经加强了与地方执法机构的联系 以便在问题出现时能够迅速做出反应 在太平洋西北地区 华盛顿州和厄勒冈州的国民警卫 对已经处于待命状态 这一举措是在这些州的投票箱 遭到纵火事件之后做出的 导致数百张选票受损或被毁 科罗拉多州的州长贾瑞德·波利斯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消息 启用了全州的国民警卫对网络安全小组 汤涅迪格州的网络单位 也在为市政提供网络安全评估 以防止黑客攻击 爱荷华州的国民警卫对成员 则在协助选举安全 24小时监控潜在的威胁 亚利桑那州的国务卿阿德里安·方特斯上 州告诉法官 由于受到批评者的威胁 他经常穿着防弹背心 因为有人指责他未能运行公平的选举系统 新墨西哥州的桑多瓦尔县 位于阿尔伯克基以北 特警队也已经待命 去年 新墨西哥共和党的候选人 所罗门·佩尼亚因涉嫌向民主党官员的 住所开枪 而面临联邦指控 在底特律 为了避免重演2020年的混乱场面 官员已将一个中央投票地点移动 并增设了更多的安全措施 当时 支持特朗普的支持者 曾对投票工作人员大声嚷嚷 要求他们停止计票 而在华盛顿特区 白宫 美国国会大厦 和副总统哈里斯居住的海军天文台周围 已设置了安全围栏 因为哈里斯计划在他的母校或华德大学 举行选举之夜的观察派对 因此该地区的街道也将被封闭 美国特勤局向Axios确认 在1月6日计划认证总统选举选举人之前 国会大厦已经进行了安全加强 费城地区检察官劳伦斯·克拉斯纳 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 警告那些意图破坏选举的人 任何认为是时候完民兵的人 Everon and Find Out 他强调费城和兵系法尼亚州拥有手铐 监狱和州立监狱 以应对任何试图恐吓选民或抹去选票的人 在这个充满紧张气氛的选举季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 各地的执法和国民警卫 对都在为可能到来的风暴做好准备 随着选举日一步步逼近 人们不禁要问 这次的选举是否会成为一场新的考验 考验这个国家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坚韧与智慧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选举暴力是指在选举过程中发生的各类暴力行为 这些行为通常旨在影响选举的结果 或妨碍选举的公正性 这种暴力可以是身体上的 心理上的 也可以涉及破坏财产或恐吓选民和候选人 选举暴力可能发生在选前 选举当天或选后 并且可能涉及多方 包括政治候选人 政党支持者 选举管理机构 执法部门等 选举暴力可能在政治不稳定的地区尤其普遍 例如在新兴民主国家 或政治制度过渡期的国家 这些地区的政治制度 可能缺乏健全的法律框架和执法机制 导致选举过程中的不平等竞争 和暴力事件频发 此外 选举暴力也可能根源于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例如族群冲突 经济不平等 或长期的政治压迫 历史上 选举暴力在各个地区和国家都有记录 例如 在非洲部分国家 如肯尼亚和尼日利亚 选举时期 常伴随着暴力事件 在拉丁美洲 过去的一些选举 也出现过暴力行为 特别是在政治制度转型期 选举暴力 不仅影响选举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还可能在选举之后 引发更大范围的社会动荡 和政治不稳定 数据显示 选举暴力 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是深刻的 例如 它可能导致选民恐惧参与投票 降低投票率 并可能进一步削弱 对于民主制度的信任 此外 选举暴力的经济成本 也不容忽视 因为它可能影响投资者 对该国经济稳定性的信心 进一步影响该国的经济发展 国际社会对选举暴力的关注日益增加 许多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致力于监测和减少选举暴力事件的发生 他们通常会提供选举观察 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 以协助提升选举系统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针对选举暴力的预防措施 包括着加强法制 促进政党间的对话 提升选民教育 以及建立有效的选举监督机制等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